乔丹季游赛的绝杀大家都印象深刻 尤其是面对爵士的史上第一冠军赛绝杀 堪称历史经典 但是却有一个人能让乔帮主也感受到被绝杀的恐惧 那就是雷吉米勒 雷吉米勒的身体本来就有缺陷 他的臀部是畸形的 这样他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同年时代的雷吉米勒很不服气 经常被人看作异类 说人欺负乔米勒在医生和家人的帮助下 一点点的慢慢矫正过来 雷吉米勒从小好胜是因为他的姐姐谢丽尔 谢丽尔拥有碾压雷吉的天赋 雷吉米勒从小就在这一对一中吃姐姐的定制火锅 他的姐姐在采访中说 我喜欢碾压雷吉米勒的感觉 有一次米勒在高中比赛中读得40分 回家正准备展示自己篮球成绩的时候 谢丽尔轻松在饭桌上说道 他刚刚在32分钟内狂砍了105分 当时他们全家人都不会想到 这个被姐姐碾压的弟弟能够进入NBA 跟篮球之神在季游赛上杀得有来有回 进入联盟的雷吉米勒加入了六码队 并且选择了31号球1作为自己的战跑 不过印第安纳人对于瘦弱的他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公牛 米勒就对乔丹喷起了垃圾话 乔丹对米勒并没有董彤回击 他认为这个菜鸟还不配 队友一看继续让雷吉米勒火上浇油 在队友的小撮之下雷吉米勒开始对了乔丹疯狂输出 结果下半场雷吉米勒仅仅得到两分 比赛结束之后全场得到44分的乔丹走了过来 对米勒说道 记住了不要惹怒耶稣 93年的一场比赛 雷吉米勒上来就跟乔丹互相喷起了垃圾话 在一次完成补篮之后 雷吉米勒故意撞了乔丹一下 乔丹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 先是拍了雷吉米勒一巴掌 随后扭打在一起的时候 又给了雷吉米勒一拳 当着现场一万多观众和球迷的面前 两人的篮球恩怨就此结下 在1998年的季球赛中 雷吉米勒和乔丹分别带队进入东区冠军赛 志在完成第二个三连关的攻球队 早到的取得了2比0的领先 就在人们以为篮球之神会在系列赛 拱扫菜鸟教练博德之际 雷吉米勒站了出来 回到主场之后 米勒带领六马连班两场 最经典的是第四场 距离比赛结束还剩2.9秒时 雷吉米勒冲到湖顶三分线前 随后在湖顶附近推开桥单 立刻跑到45度 接球三分绝杀命中 在那之后 打进这一球的米勒 激动的转圈庆祝 像一个陀螺一样跳来跳去 值得一提的是 米勒的推是毫不客气的推 如果裁判愿意干涉的话 这场比赛完全可以向相反的结局走 而有意思的是 米勒在入选名人堂的时候 特意提到了一球 并且对着场下的乔丹说 是的 Michael 我推了你 那又怎么样呢 我也见过你 推过很多人的 自1992年 与纽约大战七场以来 乔丹还不曾被逼到这份田地 于是他通过媒体表态 我从不对别人许多 包括我老婆在内 但我保证 决胜局 公牛会胜出 无论是主教练拉里波德 还是雷吉米勒 他们都对乔丹太熟悉了 到了这种生死战 他一定会亲自来做个了断 于是 六马布下天罗地网 把乔丹的命中率压制到25投9中 而同样被乔丹点名盯住的米勒 13投7中 同时也命中了4个三文球 六马本有机会终结王朝 他们在第四节最后两分钟时 依然保持着礼坚 但乔丹在关键时刻 没有给米勒任何完成进攻的机会 并以88比83带走的生意 虽然雷吉米勒这次并没有成为乔丹的阻挡者 但是他把神重新拉回到了人类的范畴 怕人们知道了强弱乔丹 也是可以被挑战的 面对记者雷吉米勒表达了自己对乔丹的态度 我不像联盆中的其他人那样怕他 我很尊重他 他可能觉得我只是一个会在一旁喷垃圾话的小兽子 而我想证明我不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别忘了点个订阅 这里是体育那些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